盘点那些致命古代武器第二期 有些真的太可怕了 第一名胡爪 外观看上去极其普通 但戴在手上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戴上后给你老婆挠个背 她一定会非常酸爽 她的设计参考老虎爪子 但是比老虎爪子阴险多了 看上去就像戴了俩戒指 隐蔽且致命 一巴掌上去 敌人皮开肉战 既然是印度发明 这边建议配发给印度女星朋友 第二名三角钉 起源于公元前33年 古希腊的高拉加米战役 亚历山大大地的军队 配备了三角钉 主要给步兵使用 扎敌人脚底板用的 但后来发现 扎马蹄子的效果也不错 能有效的震慑敌人的骑兵 所以也叫半马钉 它的造价低廉工艺简单 所以在古欧洲战场上被大量使用 还衍生出很多形状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还有三角钉的出现 破坏了大量的汽车轮胎 是最阴险的武器之一 第三名短扁棒 澳洲原住民毛利人 使用的一种近身搏斗的兵器 看上去像个鞋靶子 感觉没啥威力 但实际上能披消敌人 还能挖掘植物跟进 无论作战还是生活 都是一个不错的工具 毛利是个上武的民族 喜欢光明正大 一对一解决问题 所以短扁棒 就成了毛利人社会中上层人士 专用的近战肉搏短兵器 它能造成巨大的伤害 狠狠一下 头骨就会碎开 第四名 阿基米德蒸汽大炮 上过乌里克的都知道 阿基米德这个名字 物理学家和工程师 著名的给我一个支点 我可以撬动地球 就来自阿基米德 除了研究物理外 阿基米德还创造过致命的武器 比如阿基米德铁爪 能把大型船只从水中抓起来 使其轻浮或者沉没 还有一种就是蒸汽大炮 由一根金属管组成 金属管的一端连接着锅炉 把它放在火上烤 另一端放发射弹 用盖子堵住建立压力 开盖后 射弹会被蒸汽高速退出 放在当时阿基米德大炮可是大杀气 达芬奇还根据这个设计 出了自己的版本 威力相当惊人 第五名轮刃 起源于2500年前的印度 是一种金属圆形武器 士兵可以一次性携带多把 可以近距离砍杀 也可以远距离投掷 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 投掷出轮刃后 能够轻易的削断敌人的手机或四肢 如果像弓箭手一样 多名战士集体投掷 那威力就会大到没边 这些就是看着简单 实际上杀伤力超强的古代冷兵器 其实还有很多 下期继续盘点 再见